北京门店关闭近一半 县城顶罗格克市进城南 近日 据北京商报报道 位于老国展熊猫星厨内的德克市精选店 已经不见踪影 但墙上的指示牌仍保留着德克市的logo 据熊猫星厨招商部相关负责人透露 上述德克市门店已经关闭 目前已无与德克市合作的门店 据了解 精选店是德克市主打外卖渠道 针对一线城市推出的新门店类型 据AI财经社报道 德克市方表示 主要是受到疫情影响 北京个别门店做了一些调整 作为中国的稀释快餐品牌 德克市炸机起源于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 1994年进入中国成都 1996年被台湾食品滞销企业 丙新国际收购 早期 德克市把自己对标竞争对手肯德基 以一 二线城市扩张为主 但缺乏先发优势 市场考量不足 比拼过于吃力 加上汉母王 赛百味等对手杀入 仅仅两年 德克市不敌麦当劳 肯德基 退出一线市场 转向县城市场 由此被贴上了小镇和土味的标签 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张佳音此前曾表示 在2020年 麦当劳新增430家门店 且其中超过50% 要开在低线城市 到2022年底 计划将在华门店数量增加至4500家 并实现有45%的餐厅位于三 四线城市 或许就是上述重重压力之下 才让鼎新集团计划拆分德克市等品牌上市 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寻求转机 赖阳表示 当德克市在许多地区发展时 满足了消费者对洋快餐的新鲜感 所以在许多城市快速扩张 具备一定规模与知名部后 发展也较为稳定